而在马来西亚的这位慈禧职工刘丽慧 则是自从她罹患了血癌的第一天 从她历经化疗到最后接受了骨髓移植 终于可以回到职工团队了 这一路上历经了生命的起起伏伏 都有慈禧的法亲们陪在她身边 丽慧师姐 祝你早日康复 我们等着你回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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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会上大家为刘丽慧加油打气 因为她被确诊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从去年5月起一直勇敢对抗病魔 她觉得一般她最多的是反气 是伏法 辛苦还是要抽 辛苦还是要抽 因为身边有很多人在祝福 互相祝福 阿弥陀佛 祝福你们啊 谢谢你们 家住马铺的刘丽慧 离爱之后经常往返马六甲医院接受化疗 两地法亲也接力关怀 因为又吐 又睡不着 又担心很多方面 我们是希望说她专心的去治疗 好像刺啊 什么啊 她的姐姐 我立想要我们三个人互相配合 这样 肌膜打完了之后 根本那时候根本吃不下了 她就会马上去煮粥啊 这个真的是很感动 你自己顾好 她也一样 彼此之间互相祝福 后来刘丽慧与姐姐的骨髓配对成功 也顺利在今年完成移植手术 因为大家的祝福 大家的关怀 所以我才能好得这么快 一路上我们都已经在陪伴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条路不容易 也不简单 那考验真的是很大 尤其是身心 都有很大的压力 实际上有没有想到 我们就像人间真的已经了 感恩 带着满满的感恩与祝福 刘丽慧化癌为爱 继续在菩萨道上进进 大约新闻 吕佳佳中介民苏星仪 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祝福